德国政府对外公布 有骇客发动攻击 乳禽内阵及国防的电脑网络 官方声称 在这一宗个别案件 情况已进入掌控 据报导指出 有关部门察觉时 骇客的行动已届满一年 当局于周三才公开证实这宗事件 官方发言人表示 政府已将受影响的部门 加强更多的保护措施 并且进一步调查事件 及保护资料数据 而当地传统媒体 抢先一步报导 发动电子攻击的是 俄罗斯知名骇客组织 但官方拒绝认证这一个消息 而有反对党议员表示 此次事件他只看到新闻媒体的解读 但未看到政府有何应对 并且对此表示愤怒 新闻时日报记者 吴康伟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